接下來我們請來賓 送給大家耶誕禮物 怎麼樣可以買對股票 好好開心的過耶誕節 慶財科要幫大家找新的主流 因為今年主流 當然下半段我們看到 低尾衛星 元宇宙概念股 你說還有新的 那個已經都過去了 這個禮拜台灣最熱門的是什麼 季辛格來台灣 為什麼來台灣 來台灣就是 拜託台積電 你3奈米的訂單要給我 所以台積電之前 是可以打敗英特爾 靠的就是什麼 我們講的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要講就是18個月 這個矽晶元會增長出一倍 那這個英特爾就不相信 結果就九敗了 那現在來講 如果說進行在更前面的 因為摩爾定律當中 我也講說快結束了 那現在要求是什麼 意識整合 摩爾定律就是 我們把晶片版的 越大越做越小 那越小你小到一個程度 你已經就沒有辦法生存的 那意識整合就是 把這些晶片做更小 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是把我們的什麼驅動IC 我們一些感測元件什麼 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 這方面技術最好 還是我們台積電 對 但是這個 大家目前都在競爭 那意識整合來講就是什麼 意識整合之後來講就是 系統整合 然後就說系統 我們把它變縮小 這個競爭來講 以後來講 就是說我們的台積電 能不能繼續領先 這個就很重要 所以在意識整合 這一塊來講 就是說 封測這一塊就很重要 意識整合 對 叫做意識整合 這叫意識整合 意識整合 日月光來講 封測我們知道是國內的 也是最榮頭 那你看它 法人預估今年賺11塊8 這個可能還稍稍偏低 剛剛得到可能可以賺到14塊 你看它目前股價代多少 100多 總是要還它一個公道 第二個來講什麼 這一次intel 除了跟台積電來下訂單之後 搶封裝的產能 封裝的產能大家想到 一定是日月光 因為日月光在我們國內是產能最大的 所以說從這些角度來講 第一個 14塊錢現在的股價 100總是要還來一個公道 第二個在整個封裝這一塊來講 大家都可以去做一個流域 特別是在意識整合這一塊來講 其實不是只有台積電 未來所有的這些做IC的 都要往這一塊來去走 所以我覺得日月光大家可以去做 所以覺得這個是短中長期都OK 都OK 就是新的題材 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這個體材慢慢在發酵 另外來講 就是一直整個你要變小 你不能用原來的加工方式 你要用什麼 要用雷射切割 因為雷射切割你才可以切得很小 我們這個雷射切割來講 本來都是日本只有一家在做 台灣來講 台積電要扶植我們台灣的產業 所以泰森在這一個領域來講 也是怎麼樣 磨建磨了十年了 現在開始來講 已經接到intel的訂單 它在國內來講也是唯一在做 雷射切割 在晶圓在工的 第二個來講是什麼 它已經接到intel的大訂單 所以intel來講也看到這一塊 就是說我現在這邊可能拼不過你 但是下一世代的我要跟你拼 所以這個很重要 最重要是什麼 剛剛打入台積電 所以intel不要再念我們台灣了 還不是說來找我們幫忙 對 那個念詞要面詞 我以前是老大現在變老二 我怎麼可以忍一下真正面詞 一念完又來了 對 那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個晶圓做的還是對 它很認錯 它不認錯intel 可能在那手中垮掉 對不對 最重要是什麼 泰森也接到台積電 它已經打入台積電的供應鏈 那麼台積電來講 就是說在未來 就是在5奈米的 要開始導入 泰森的雷射切割 所以它預估明年的營收 會倍速成長 獲利的成長幅度會貴大 股價怎麼樣 今年獲利情況怎麼樣 今年獲利來講 前三季大概賺2塊多 所以今年大概是賺大概3塊多左右 但是明年成長幅度很大 我們其實股價只看未來 特別是這種新技術來講 將會主導我們未來 整體我們講的晶圓代工 這一個很深很深的技術 晶圓代工是我們國內現在 最重要的產業 所以我覺得這個抑止整合 投資朋友可以留意 OK 好 抑止整合 新的成長趨勢 兩檔股票給大家做參考 好 接下來硬量我們來看 上次我們看到低軌衛星 成也馬斯克 敗也馬斯克 因為他一句話說要破產的話 大家都應聲跌倒 但是今年發射上去的衛星 就是這麼多 越來越多的趨勢 沒有錯 其實今年整個低軌衛星概念股 亂流就是馬斯克說要破產那句話 其實我覺得馬斯克他是故技從事 因為馬斯克剛成立Space的時候 他曾經也講過他要倒閉 他那時候跟員工講說 我的資金只能夠發射3次 結果他發射3次之後失敗了 所以他跟員工講說 我再拿一些錢出來 只能發射最後一次 因為這樣子跟員工講說 只有最後一次機會 如果發射失敗就破產 後來員工就開始有激勵作用 結果呢 背水一戰 背水一戰就起來 現在也是一樣 他的猛禽的火箭 他也希望員工趕快把它研發出來 然後讓明年有更多的衛星可以打上去 因為未來還有4萬顆的衛星 會打到天上去 所以這產業我覺得是OK 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看森達科 這一段是馬斯克說要破產 對不對 他跌下來 但是你會發現其實最近他又創新高了 所以這個產業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真的有問題 字衣還會漲停板嗎 不可能 所以我們政府 但是位階會不會還是高了一切 位階的確是有點高 所以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講說 去看一下 就是同個題材裡面 有沒有什麼位階可以 低的可以注意的 那我們現在政府的部分 積極地成立國家隊 我覺得這個時機點剛剛好 包括他這個 他要補助5個計畫案 像這個森達科為首 然後穩茂 創未來科技等等 其實這個裡面 大家了解一點就是說 整個地面設備的部分 其實佔整個低軌道衛星廠子 大概是77% 其中又以什麼 天線最重要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就是說 最近的天線概念股 漲得亂七八糟 你看像森達科 最近漲得快兩倍 然後華育也是一倍以上 萬遜 森達科子公司瑞特也超過一倍 健孫店有沒有 低價股也漲上來 那加班的部分 這個我覺得還算落後 為什麼 因為你自己注意看 他賺前三季賺2.93 他賺3塊 我覺得這三家獲利都不錯 但是他目前來講 是最沒有漲到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 然後你看這個籌碼面的部分 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最近其實特定融資有在做增加 這股價有在動 特定融資增加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有一些 特定主力進來了 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另外它的題材在哪裡 就是說所謂的GPS的天線 尤其在車用的部分 它是全世界大概佔了四分之一 等於說你100台車裡面 大概是25台都是他供應的 那今年呢 大概有800萬台的汽車訂單 會遞延到明年 所以等於說200萬的天線要靠他 那其實另外 大家還沒有注意到 他其實還有一個潛在的題材 他其實在2018年的臉書 他就PO了這篇文章 他就預告 預告什麼 2022年VR頭戴裝置 這個成長會大爆發 所以他當時就成立了什麼 這個VR AR AMA的解決方案 包括這個晶片天線 NFC天線 以及這個電源保護的部分 其實他都有在做佈局 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正是在加幫的臉書可以去看 所以他結合了車用GPS 以及元宇宙的概念股 位階來看還算低檔 跟這個聖達科比起來 還算是比較低 我覺得是比較安全 後續大家是可以留意一下的 OK 謝謝音量 我們繼續來看 沿著剛剛低谷威星的概念來看 相關的5G藥發酵 網通概念股也很重要 你跟他講一樣 森達科 我們要講的是怎麼說呢 我想跟大家說 明年要選什麼 不要選今年已經好到天上去了 今年如果已經好到天上去了 像森達科 你是列書來說不要買的意思 我認同 森達科我認同他長這麼多 但我不認同你現在買 我認同他的趨勢是好的 就是他的子公司瑞特 也跟著森達科一起長 你要問我 我認不認 瑞特也是天線 我們認同天線是好的 但是我不認同他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選的是什麼 產業是轉好的 但是它的位階是低的 我們喜歡便宜會長的 是 簡單來講 因為在年底下 聖誕節要送禮物 不外乎還要提到什麼 網通的集團 最好是什麼 這個集團 爸爸也在漲 兒子也在漲 像剛剛講的這個 森達科瑞特 就是一個指標 我們現在講 爸爸跟兒子的觀念 這叫金人寶集團 金人寶集團 最大的爸爸當然是金寶 衛星概念股在這裡 其實老實說 它的股價並不高 它的金人寶集團裡面的質義 你看看它過高了 而且它是法人在買 它是投信在買 所以它是標標準準的 美國設備概念股 所以在美國基建裡面 你只想得到不鏽鋼 你只想得到 在美國基建裡面 5G的網通設備 制衣獲得非常多的標案 你說100多塊貴不貴 今年以來制衣漲得並不多 尤其它的明年 大概可以賺一個股本 所以股價我覺得 還在合理的範圍 另外一個是最近 比較投機的一個低價股 叫遜洲集團 遜洲集團裡面 因為它的母親 只有十幾塊跟金寶一樣 所以很容易有投機的買盤 那它的兒子叫康權 康權這種東西 叫電信公司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它喜歡第四季陸葬 所以它11月的營收 創下了它今年的新高 所以很容易 我現在想跟大家說 現在很容易這種母子 在擋著網通股 你剛說現在是投機的概念股 現在震盪這麼大適合嗎 我認為比較投機一點 所以我在下面看一個 這個要低價的 叫正文跟正基 正文大家很多人 一定都聽過 那網通股因為今年缺料的關係 所以其實今年的獲利表現並不好 但是為什麼這邊一根長紅 後來又繼續漲 因為它在這邊開了法說 它開了法說那種說得很簡單 缺料的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 明年的訂單回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 外資其實一直在買這檔個股 那股價現在30塊 明年的話你可以看到 統一證或者其他的證券 都有出它相關的研究報告 大家估明年大概都有接近快3塊錢的實例 另外一個它的子公司叫正基 正基本來在漲這一段的時候 是因為要今年底掛牌 但是我們誠實地說正基側見了 它側見了以後準備明年的時候再掛牌 那你看這個位置 是不是在100塊以上的位置 而正文手上還持有非常多的一個正基 所以我認為投資朋友可以注意到這種集團股 因為聖誕節了又到了集團作帳 那網通的集團 聖達克跟瑞特已經做了一個良好的示範 那我剛剛說了 金寶跟志義是其中一個集團 正文跟正基是其中一個集團 我覺得在這種網通集團股 算是我送給大家的聖誕禮物 OK 這些就是父子概念股送給大家 廣告這麼回頭來看 很多人說我錢少少就100塊 100塊可以買股票可以投資嗎 可以的 馬上再回來